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帮小安姐 说到买房,相信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件事情了 因为价格偏高,如果花大家钱买到不称心的房子那就不开心了 下面就分享大家,买房的时候以下的这四个楼层最好不要买 那是为什么呢,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顶楼 顶楼相对来说不好卖 所以呢,开发商就会出一些促销手段 价格方面确实优惠了,但是买了就会后悔哦 因为顶楼会面临很多问题,最严重的就是防水 特别是南方多雨的季节 顶楼会出现肾雨的情况,修理起来也很困难 所以是很糟心的,而且水压问题也不可忽视 第二,就是一楼 开发商会用一层带车位或者是带小花园作诱导 有一些人抵不住诱惑就买了一层 带着一层采光非常不好,并且十分潮湿,阴暗 而且夏天门虫偏多 最重要的是,每天楼上的人呢,下楼的时候都会路过你家 所以会很吵 而且家里有老人的,更不要选一层 因为很容易犯风食病 第三,设备层 很多人都会忽略这个 主要是放置楼层的各种设备 设备的辐射和噪音也是非常的强大 这样对我们身体健康会有影响,也会打扰我们休息哦 第四,被遮挡的楼层 现在新楼是非常的多 每栋距离也很近 那么黄金楼层该怎么选呢 一栋住宅楼的1%到2%之间的高度 这个呢就是属于黄金楼层 既透风,采光,空气都非常好 总结呢,太低的楼层我们尽量不要选购 买房是件大事,所以大家要谨慎挑选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帮到大家 所以买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 想看更多谁有趣的生活美照 记得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